今天是礼拜六 看,天有点阴天 可能会下雨 我们已经把这一半边弄完 然后我剩了4块 还没定 是因为什么呢 我到时候我们想在这封个顶 从这个地方伸柱子上来 所以说让时就把它封上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边 你看 这边的木头又换掉 就这个烂掉的这一块 你看 已经烂掉了 哎呀,我也不知道换多少啊 今天又把这个换完 然后刷上漆 看看能不能刷气 如果下雨的话就不刷了 先用搬手把这螺子去掉 把上面的一个螺子去掉 因为你看到这是两块板子 这两边还定了钉子 所以说还不太好把这块拿出来 现在打算的话就是 把这个烂掉的话 跟之前的那个视频一样 烂掉的地方我就拿着木头给换了 然后通过那个损接的那个接头 然后通过那个 我之前买的那个像那种有好多 那种刺头的东西把它连在一起 然后在上面的话 再装孔 再装个孔 从这个这么大的螺子 连起来我估计应该是能够稳定的 因为在上面的话还要钉这个木板 所以说 我感觉不用不用不需要去换这一整块 一整块的话应该还挺贵 那另外的话我们车实在是放不下这么长 我说这是超级大的一个问题 好 现在的话我就要用那个搬手的话 把这个把这三个那个上面的螺子给去掉 这螺子已经去掉了 还挺紧的 我就要当时先用这个携轴 找这个铲子 把这烂料铲掉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铲多深 现在就是拿锤子和 你看这个已经完全的没掉了 哎呀真是逃动 好 这可能要需要异化 我来说 你不想异化 好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这个就是浮浪的已经清理完了 嗯 大概就是切掉了3inch 我已经用那个楼梯的那个stinger 已经切了一个差不多3inch的 矿度的那个东西 然后现在要下去就是拿这个bit 就是这个转头 转这个孔 你看嘛 就通过那个孔转过来 转过来 转完之后 然后把它固定好 然后再就要把表面打磨平了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要去拿这个bit去转孔了 这就是我从这个stinger上面切下来的 这是第一根 这是要打孔的位置 这是打孔的位置 我现在就拿这个转头 开始要转孔了 这是第一根 这是第一根 这边还有一个 好 好 现在我要拿上去 钢里面装上去 看这个 这个 罗马已经进去了 这边的话 那 电片和 和这个 这个有点麻烦了 刚才敲的时候有 把螺纹敲 敲 敲 敲烈了点 要这样能进去 好像还可以 okok 可以可以进去了 接下来是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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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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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不是很严重 反正螺纹敲的时候 就得注意一下 各位 其实我有预料到 因为我之前干过这个傻事 我就去那个打磨机上面 把这个螺钉 打平磨平了 但是现在还可以 好到时候我就把这个 拿这个工具 这是我新买的 从我们地方 叫Planner 然后把这个打平了 就行了 剩下的话就把那边 再切一根 好 接下来继续干 好 这边已经弄完了 可以看到 现在很不错了 我现在就拿这个Planner的话 把这平面上打平一点 我可能不跟他一样高 不跟这根 第二根一样高 因为什么 这好像有点往下沉 这个地方 就到时候我是想的话 拿那个木头 就那边 顶到这边 就是 时间长了之后 这大可的就是这样 嗯 有点往下沉 那个已经弯掉 这个木头已经弯掉了 我估计要加两根柱子 然后 把这个平面弄完了之后 就上油漆 油漆上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把这个定回去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封顶 这可是真正的挑战 好 现在我就把它 就是打打平面打平 看这边已经磨平了 然后我在这边打了一个那个 那个带刺的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应该很牢了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开始刷气了 然后把气刷完 它干了之后 这边就可以贴下来了 这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一半的工作了 好 开始刷气 啊 这期 气完了 感觉像新的一样 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绑子给定上了 这估计得也到明天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